Hello,你好,我是樱桃老师最喜欢各种与时俱进的挑战 那么七月份到来了,我又要来迎接怎样的挑战了呢? 嗯,以前从来不做Vlog的樱桃老师 从今天开始就要正式踏入Vlog的行列啦 今天是我开启Vlog的第一天 那么当然这一天我也学了很多新的技能 那么也尝试拍了第一条Vlog视频 虽然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纠结 那么包括在用软件编辑的时候并不是很顺手 因为老师太擅长用电脑来做视频的编辑 用手机来编辑真的是很挑战我的手指功力啊 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 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已经努力去做到最好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会有忘掉 不过没有关系第一天嘛 那我觉得只要有第一步的踏出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么第一天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虽然在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准备 有看一些人分享 做Vlog到底要分享什么 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我也有听他们的建议 有的人说啊,你可以按照一天的时间点来分享啊 或者说你可以按照你去的不同的地点来进行分享啊 那么但事实上对于樱桃老师来说的话呢 在真正做的时候可能这些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那么最终的话呢 其实是当天顺流而来的心理的感觉 就是在今天因为一起床 那我就会看到窗外非常美好的温暖的阳光 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墨尔本是冬天嘛 每天五点多钟的是五点 差不多五点多吧 就开始天黑了 所以的话呢 每天其实能够享受到阳光 这样的日子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我也非常珍惜有阳光的每一刻 每一秒 所以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阳光 让我突然有了感觉说 我要分享什么 我要分享阳光 我要分享防晒 因为我自己做化妆品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了 那么其实从97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用防晒 那我见人也会说 无论你现在是几岁都要开始每天用防晒 因为防晒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不仅仅是晒黑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那么防晒它既能 防晒黑又能够抗光老化 因为当你等到五六十岁 甚至年龄更高的时候 很多时候脸上深深的皱纹 其实是光老化来的 并不是 让我们晒黑的UVB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因为南半球本身 它的臭氧空洞就会非常大 所以我住在墨尔本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感受到肌肤非常容易泛红 特别会有光明反应 所以呢 防晒工作一定是不能马虎 不管你是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防晒工作肯定都是要做起来的 我怎么又开始说到我Vlog的内容了 我们拉回主题来讲做这个Vlog的过程 那么在做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也看到有人会建议说 你先写脚本然后再来做 我自己在体验下来的感觉是说呢 当然做脚本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在做视频课程设计的时候 一定是先做脚本再录课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不会有太多的废话 但是我发现当我要去做Vlog的时候 似乎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Vlog我觉得它是一个由内心发出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可以有一个大方向 好我今天要分享阳光 我今天要分享防晒 我第一个镜头其实拍的是 我在阳台上去用这个防晒霜 然后我才去想 那我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编 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一个部分 不然的话呢 制作Vlog的过程 我就觉得就太像我的工作了 可能我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所以我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那么是现在是白天 我想去分享 那么它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因为Vlog它是讲故事嘛 它不是说只是一个所谓的攻略的分享 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情景去呈现 那么我在做的时候呢 我想做的情景就是 的确因为我生活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每天其实不是说早上护肤完 马上用防晒 那一般的话呢 我是早上先做正常的护肤 然后接下来呢 会去先用早餐 因为我希望我的皮肤有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 早餐用完以后 我要准备开始工作了 那么我就会用到防晒这个产品 那么但是今天正好呢 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我吃完早饭以后呢 就马上进入到我的小小的办公室 准备开始工作了 如果呢是百叶窗里照进的阳光提醒了我 嗨Jerry 樱桃老师阳光那么好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用防晒 不然你的皮肤又要拉紧爆了 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所以我就赶紧想起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桥段 来做成我的故事 所以我就做了我第一条Vlog 那么在里面的内容呢 就会是说我现在我的小的工作室呢 开始了我的工作 随后呢看到了窗外的照进来的阳光 让我意识到 嘿要用防晒霜了 于是我就走出工作室 拿了我的防晒霜 因为阳光太好了 所以我不想在房间里完成这样的一个 防晒霜的一个涂抹 于是我就去到了阳台上 开始我的防晒霜的一个涂抹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那么既呵护了我的肌肤 同时来讲 我觉得我也感受到阳光给予我身体的温暖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也可以让我在工作的间歇 让我的眼睛也可以得到稍许的休息 那么随后呢 我进入到工作室 也像往常一样 在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 关上白叶窗 但是呢我会留意 扇窗完全的不被遮挡 因为我希望能够看到窗外绿色的风景 因为真的是非常美好 所以的话呢 就做成了我的第一个Vlog 那么同时呢 我也录下了这一段视频 我希望能够记录下我每一天的成长 包括我每一天的学习点 那么所以的话呢 刚才讲了我第一个学习点是说 当我真正开始要去做Vlog的时候 不要想太多 就随着你的心流感受 去找到当天的话题 那么第二个今天的学习点的话呢 是编辑的软件 之前我做视频编辑是用剪映这个软件的 那没有用过平台内部的软件 那因为接下来我要做一个课程 其实就是要讲Vlog这个课的 所以的话呢 我会尝试用软件内部的一个编辑系统 但是我发现实在实在是 每一个平台都有它自己小小的一个制作的瓶颈 那回过头来的话呢 看下来我觉得剪映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视频软件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少走弯路 而且它可以编辑各种各样的视频 可以放到不一样的平台 我觉得是值得以用的 这个时间绝对是你可以省很多很多的 好了今天的学习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么就来看看明天我会有怎样的收获吧